这是原来在刚来住的 这个叫什么楼我都忘了 修盾花园广场 然后呢 这个是地铁的物业 那边大楼那边 就是著名的修盾大球场 在闹事中取静也不容易 好 这是湾仔的 这本来出了这个战口 这一堆都是吸毒的 这俩可能还是 但是现在已经算没有了 原来这一堆抽烟的 养着吸毒的 好像是政府给他们钱 这就是修盾花园那条小道了 这个蓝灯之下就是门厅了 修盾 就是这了 住了一年 这是往南边走 然后这个是 哎呀这道名字那么熟 怎么都记不起来了呢 就是走游轨电车的这条道 这三连书店是常来的 前面这个苏宁电器 原来是一个松架电器专卖 去买过一次东西 被嘲笑了半天 修盾球场里面 那边右边是篮球场 这边正对面是胡九场 香港的奇景是 踢足球的一定是老头 打篮球的一定是小孩 这就代表了香港的两个时代 英国人的时代和美国人的时代 你看老头今天现在太阳晒的没有 小年轻还在那边棒呢 哎 什么时候中国时代了 过来 这阿 多古老的鸭 大鸭 哇,切菜了,开了也就一年,还来吃过一顿 煮拌面料理,牛吧,手工拌面,还料理 连发街也是我常来的地儿 主要是来这个地方,和地 天地大变了,二楼整个没了 书也没有原来丰富了,远远没有原来丰富 世道大变 哎呀,抗美元朝时期的红灯区 我们抗美,然后香港人民养了美国大兵 这个著名的苏西旺的故事就是在这儿 在前面一条街,应该是卸飞道吧 瞧,这条街已经很荒废了 这边一路小铺子,全关门了 全关门了 现在是美国大兵没有,中国人民也没有 都没有 这也是一家,这应该是卸飞道 哦,对,这是卸飞道 卸飞道 也是当年的红灯区 当年的红灯区 也歇的差不多了 然后再往前 这就是著名的 这就是著名的 当年的苏西旺的那个酒店 应该就是这个 应该就是这个 当年到 黄灯,红灯区 六国酒店 我突然想不下来了 他妈的我 当年到,头一到香港 来培训 就是在六国酒店 现在都 早都没有了 现在应该就是这个六国 中心了 高时达到 72号 哎,红灯区 现在已经年都不早了 小两年了 坐了隔天车 对 来看看 正对面这个有点橙红色的楼 就是这个六国酒店的原址 看看这个 六国中心 对不对 看看这个楼 原来是没多大的一个楼 现在已经变成了 故事人非,红灯区也没了 继续潜行 继续潜行 我们的小时 时间看起来 在天车里里面 provided 这个地方 是 在这些地方 我们的小时 用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